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温装冷气利益良善 但后续费用究竟从哪来 目前全台大约十万间教室计算 行政院预计一共投入三百二十三亿元 依地方政府财力分五级补助协助安装 未来每年增加十亿元电费补助 国中小电费将有中央买单 台南市长黄伟哲就反映承诺可能喊太快 学校电力设施无法附和 光是改善电力系统就会耗费不少时间 想要一步到位难度很高 台中市长卢秀彦则说台中预算短缺十五亿元 如果中央可以全额买单就给院长一个赞 中央提出政策希望地方共同努力 只是提到前自家人点出财政困难之处 要在两年内兑现恐怕有些难度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今天的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 所以很多家长都反映说 希望能够教室装冷气 现在终于有冷气了 不过很多学校说这个冷气的装设 还需要电力设备的改善等等配套的措施 不晓得多久才能够做好 现阶段他们还是会想办法自筹经费 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一边上课一边用手扇风 坐在教室里头 听老师讲课 但这炎热天气让同学都快受不了 女同学头发统绑起来 因为教室没有冷气 窗户天花板电风扇一共四支 全部打开也不够 学校在自掏腰包买直立式电风扇 但尽管如此 实际测试室内温度 还是高达33度属于炎热等级 我们一般的教室要装我们估计是大概96间 然后经费大概要1700多万左右 那我们目前有跟教育局本来想要逐年申请 就是目前109年度有先申请了想要先装设15间教室 然后大概经费是180万左右 新北市壁华国小表示 校园虽然没有电源重置的问题 但全校装冷气还包含加装取电卡设备 节能系统等等耗费金额庞大 现在除了等教育局补助还得想办法筹备资金 希望在两年内把教室冷气通通装上 其实不只新北市学校 另一边宜兰东山国小的学生 同样在教室里忍受酷热高温 只要天气一热 连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一步到位 那到位的部分不是只有给我们相关的设施设备 你只有给我们吊杆 然后后续我们在维护保养 甚至在电费支援上面 那我觉得学校一定会有一定的负担 随着全台夏季高温不断 家长抱怨孩子上课上到中暑 中央积极宣导学校教室都得安装冷气 确切的补助金额却迟迟还没下来 许多学校只得自己想办法 向各种机构团体寻求赞助 希望就是给孩子一个好的上课环境 东西新闻正好报道 由于台湾的疫情趋缓 所以国内旅游是大爆发的一个状态 包括了我们看到之前的离岛旅游 这一票难求 那甚至山林旅游 林务局也打算跟旅游业者一起推出 8月开始天天都有巴士开到山里面 但是在旅游市场大爆发的时候 交通部长林佳龙却说 让没有竞争力的业者退出市场 是现在旅行业转型的好时机 国旅大爆发 现在台湾的内陆山林美景 也成为旅行社跟林务局合作 下一个着重的关键 不管是内洞 八仙山 大雪山 澳万大 要让国人吸收满满负离子跟芬多金 天天都有出发巴士 雄师有信心下半年度的山林旅游会很有看头 其实前阵子所推出的游轮跳岛 就已经人气爆棚 还有一游网跟台铁合作 推游轮式列车海南登龟山岛 列轮航空也跟常范联手推彭金马观光 各地方也努力振兴 像是新竹就祭出了 只要民众拍下新竹最好吃最好玩的 就有机会可以抽电动车跟手机 宜兰则是让你免费玩 发票就可以免费路远 当然造就的我们未来 未来是可预期的包括住宿率 包括餐饮 包括所有的景区的人潮 会有增加两到三成的趋势 业者这么拼 交通部长林佳龙一席话 表示市场盘整重新洗牌 让没竞争力的旅行社退场 但业者认为话没这么严重 更加速推动这个转型升级的计划 才不会就是让社会觉得说 我们一直停留在纾困 这个就是我讲话的一个原意 业者说从纾困到振兴 林佳龙都一直很帮忙 不过旅游业最终还是得回到市场机制 因此业者也把眼光放远 未来如果开放外国人来台 也要让国旅品质 足以吸收外国观光客市场 但是陈晓鲁姐台北冲到 而海军陆战队的演习 发生了意外 民党的智库副知识长 吴一农却说 汉光演习呢 大部分是表演需求 这个说法引起大家的哗然 包括了演习所在地 屏东方山乡的乡长就呛瞎 要吴一农自己到现场 来看看演习 监守陆海空国军释出最新训练演习画面 这是军人平凡的日常从不作秀 很明显针对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 吴一农 我觉得面对问题就是我们第一步 吴一农开炮批评国军操演 大多是表演性质 尤其汉光演习就是最大表演 不仅国防部打脸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也以自身经验 替官兵弟兄说话 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男人 蔡总统连任就跳海 王世坚说到做到 但海上可是顺喜万变 而联合登陆作战操演地方山香 也力挺国军 乡长说会好好尽地主之谊 帮吴一农留位置 让他来看看国军如何表演 到底是表演还是用尽全力 战战兢兢 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 館长陈之汉也有话要说 国军长久以来本来就是表演 大于一切 长官今天要来了 前一个月你就得累死 什么割草班公差 然后联冰社要油漆除杂草 館长说当国兵的都知道 很多事只是为了在长官面前表现最好的一面 陆战队交周翻覆疑点重重 真相还没出炉反倒打起了口水战 东西文算好不倒 泰国的动保团体最近爆料 在泰国有一些椰子工厂 捕捉了野生的小猴子 训练他们去摘椰子 每天都要摘上千颗 而且把他们关在一个没有办法出去的地方 非常的残忍 现在有人发起要抵制泰国的椰子 小猴子身上被系上控制绳索 面露惊恐表情 动保团体最近在泰国 直集到当地椰子农场主人 捕捉野生小猴子经由残酷训练 每天爬树摘椰子变成采椰子机器 这些猴子从小每天不是被绳索绑住 就是关在狭小恶劣空间里 许多猴子因此出现精神失常情况 有报道指出泰国生产的椰子产品 几乎都是由这些经过训练的猴子所摘取 呼吁世人抵制购买 这些影片震惊了全球 为此泰国商业部长紧急出面澄清 表示靠猴子来摘采椰子 在椰子整体产业中其实仅占少数 商业部长林珠表示靠猴子来采椰 兼具观光目的否认椰子受虐 而泰国野品工业会长的说法 主要是为了摘取那些长得较高的椰子 还有野农认为泰国靠猴子来采椰 已有上百年历史 这些指控并不公平 这次动保团体是在泰国走访了八座 靠猴摘采的椰子园后公布这些影片 在欧洲已经造成一些销售影响 如今的解释能够消除虐猴疑虑吗 仍有待观察 东西文国际中心做文不懂 今天的节目来宾 資生分析师邱敏宽 大家好 真评论人陈富雄 台北社员王世坚 社员好 大家午安 顾马列宏孟凯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精神 好 我們先來看 這件事情讓大家很有精神 就是孫昌昌院長宣布 兩年內要讓所有的中小學 通通有冷氣 前瞻預算要出232億 這次總算有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這次蘇葵他說兩年要砸232億 全台灣所有的包括了小學 包括了國中 甚至於高中 通通要把它冷氣裝好裝滿 但是地方諸侯會怎麼看 其實大家都是拍拍手 為什麼 因為過去十多年來 很多人都愛做這件事情 我是三個小孩的家長 我們也都在做 目前來看的話 第一個 我們可以發現 蔡英文總統這張 整個海報真漂亮 他說有冷氣吹了 兩年內 包括了國小 國中 班班有冷氣 同步 因為為什麼 很多的學校很老舊 所以包括了電力系統 電線系統 還有Bradar 通通都要改 然後要不要增加節能的一個設備 這個也在說 再來要提高綠能的一個比例 那蘇貞昌院長他說了 他說有冷氣請放心 他還特別旁邊寫注意 是請專心 對 請專心 他還旁邊特別寫注意 為什麼 好多小朋友其實都臉紅紅的 在上課 根本也沒辦法專心 就一直流汗 一直流汗 他說會針對全國中小學高中值 10.3萬間的教室 會進行所謂的電力改善跟冷氣 只有323億 好 那現在呢 現在第一反派是誰 當然是柯文哲 現在柯文哲是 只要政府做什麼他就反 那當然台北市資源多 台北市的學校大概冷氣都裝好了 他說政府要聰明 裝冷氣不是唯一的方法 冷氣開到緊繃 國家經不起損耗 他提倡要做綠建築 其實這個講得有點太薄了 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是有錢的 新北市不一樣了 新北市侯友宜市長他就說 謝謝 三次感謝蔡總統 包括了蘇院長 聽到了新北市的訴求 因為新北市目前裝冷氣 大概只有4成左右 桃園市長鄭文燦他也樂見其成 但是他說 要不要教育部跟台電 去協商一下優惠的一個店價 降低大家的一個負擔 台中市長盧秀彥他也說 大力支持 若蘇院長兩年之內全額買單 幫台中裝冷氣的話 我要給他按讚 這是國民黨的盧秀彥台中市長 台南市長黃偉澤 他就講得比較保守了 他說要先處理學校 包括了電力設備的問題 後續電費的問題 維修要到位 中央要統一設標準 跟遊戲的一個規則 那目前高雄市長參選人 也成為所謂的選舉的一個議題 我在這個地方講一個 這兩個月碰到的一個案例 屏東有一個國小 那個校長他們說 全校只有一台冷氣 就設在校長室裡面 他們學校人也不多 所以他就把校長 是讓小朋友進去裡面待 結果這個校長 在新聞裡面他就說 他去哪邊坐 他跟整個顧門口的警衛 坐在一起 大家聽了其實也覺得很難過 所以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就跟幾個同學一起 就幫他做了一台冷氣 這個是目前過去很多 比較不好的地方 遇到的一個狀況 這次蘇魁兩年砸這232億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棒的 但後續的一個部分 如果說能夠把全國的 包括的電線的部分 電力的部分 統一來做管理 這232億 改善10.3萬間的一個教室 絕對是綽綽有餘的 那這個德政 到底是為什麼形成 如何拍板的 現在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最早是侯友宜 在施政總質詢上面被議員問到 他說希望中央能夠把前瞻預算拿來 給國中小學裝冷氣 所以今天他就說他三次感謝 蔡總統蘇院長能夠聽到新北市的訴求 這是一個版本 另一個版本是說 陳其邁現在在高雄補選 他的證件裡頭有小學教室要裝冷氣 所以蘇貞昌就在這個時候拍板 要來全部裝冷氣 那現在出現一個最新的版本 由蘇貞昌來證實 為什麼這時候拍板要在中小學教室裝冷氣 我們來聽蘇貞昌自己的說法 我的女兒蘇小惠當選立法委員之後 那時候我還沒有重回行政院 經常跟我談這個問題 要求教室要改善 為什麼 因為他的兩個孩子 剛剛進入小學 也就是我的兩個孫女 每天在學校裡面都是滿頭大汗 連頭髮都是整個好像剛剛從水裡面出來一樣 那我當行政院長之後 蘇貞昌立委 白天在立法院執行 有時候回梁家吃晚餐 還會繼續執行 說應該趕快改善學校裝冷氣 所以早在去年 我就要求潘部長 要開始盤點全國的情況 原來是蘇草惠連回娘家都在質詢裝冷氣的議題 所以蘇院長在裝冷氣 不過這個說法 大家好像是說 孫昌是為了他的孫子吹冷氣 所以大家都有冷氣吹 你知道嗎 我覺得蘇院長這個講法很不聰明 他一向自以為是很聰明的人 但這個講法就是阿公疼孫 那也幸虧阿公自以党 女兒做立法委員長 立法委員 而且立法委員還有小孩 如果這三個條件都沒有符合的話 那今天也沒有辦法完成 大家就沒冷氣吹 而且他說要潘部長幾年以前 兩年以前就做 為什麼要這麼 去年啊 為什麼要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完備這個整個計畫 還有現在 我是完全贊成這個教室要裝冷氣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家裡都有冷氣 你沒有辦法叫小孩子說在家裡享用冷氣 然後去 他其實要去上課就要受罪 那下了課又回家又有冷氣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而且我們台灣的城鄉差距太大 比如說這個冷氣的覆蓋率 台北市最好 那越窮的鄉 鄉下越沒有冷氣 台東平東 而且是財政收支發昏法以後 這樣窮的鄉鎮越窮 所以你如果越額外的又給他一筆 因為冷氣裝置的這個用電費的話 那這個桌金建出的這個鄉鎮 會更加嚴重 我這邊解釋一下 因為他們已經中央要負責了 因為這232億是只有裝冷氣 跟電力設備改善 那每一年大概要增加10億的電費 那這個教育部有說中央要負責 那就最好了 就電費跟冷氣機都有 所以我覺得兩年也未免太長了 因為水真的火熱 兩年未免太長 還要再熱兩年 不過台北市航隊這件事情 是比較跟大家不一樣的說法 他說這叫做要聰明的話 裝冷氣不是唯一的辦法 那國家經不起冷氣開到緊繃的耗損 他說應該要在建築上面去處理 包括台北市說有70%的學校 在接下來的兩年內都要改建 改建的時候重新調整綠建築 時間是這樣嗎 我覺得柯文哲跟蘇貞當 他們兩個這次都要受批評才對 柯文哲剛剛講的這段話是對 綠建築當然是根本解決的辦法 柯文哲你最沒資格講 第一點我們身為首都的台北市 我們綠建築並沒有當全國22縣市的模範 我們綠建築並不是最多的 第二點台北市現在國中高中 全部都裝了冷氣 國小92%裝了冷氣 這些都跟你柯文哲無關 這是長期以來我們台北市的家長們 和熱心的家長會們 他們大家集資去奔走去裝冷 完全都不是你柯文哲的幫忙 蘇貞當不對就是說 他今天剛剛講的那一段話 我就有四個字 話舌天竹 你身為全國最高的行政所長 原來你政策的行程 那麼多人民的聲音 那麼多全國家長的聲音 你都沒聽到 你只聽到你小孩的聲音跟你講 說孫子在學校裡面 每天熱得在那邊流汗 原來一個政策的制定行程 到要去執行 都必須是靠這種私下的管道 那全國的聲音 全國學童的哀嚎聲 家長們的爭取的那個聲音 你都聽不到 那你只聽得到自家人的聲音 我覺得那是不對的 我希望他這樣子的發言 以後那真的更糟糕 那如果只是拿來宣傳 講一下 那講過就算了 我希望以後不要再犯這種錯誤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裝冷氣的議題 現在大家都覺得 好像是侯友宜爭取的 因為侯友宜在質詢的時候 特別說他希望 這一個前瞻預算 有一部分拿來裝冷氣 所以大家才會去問說 侯友宜你的建議 好像蘇院長聽到了 現在我們全國都要裝冷氣 那還一直問侯友宜說 那是不是你的功勞 然後他只說 我感謝蔡總統 我感謝蘇院長 而且還連講三次 表示這個問題 大家不斷的在問他 那蘇貞昌現在拋出來說 不是侯友宜 是蘇巧惠 為什麼 所以蘇貞昌院長 我們在臉書上看到他常常講說 有政府會做事 可以改一下 有阿公會騰孫好不好 因為有這個阿公 有這兩個寶貝金孫 所以全台灣的所有 國小國中的學童 都是不是要感謝你 其實說真的 我這很認同 剛剛世間議員的講法 說實在 如果說原本不是的事情 你要把300多億的 這個前瞻計畫二期的費用 你拿來做 康全國人民之凱 你還要刻意把這個球 再做給你的女兒 然後見指 有可能大家講說 2022年新北市長的 有可能民進黨的人選 就是你蘇巧惠的時候 那我覺得是真的太不聰明了 而且這樣的做法 反而會更坐實了 是不是現在民進黨執政 所有國庫的資源 所有這個預算的費用 全部都是國庫通家庫 家天下的概念 所以根本沒有必要 而且更重點 你說侯友宜市長 他是總質詢7月2號的時候 因為議員詢問他來做回答 其實早在6月24號 國民黨團 我們在立法院 也已經針對前瞻計畫二期 那個時候4200億 我們也就已經開過記者會 正式要求 並且我們有附帶決議 也是一樣要求說 希望前瞻計畫 能夠納入國中小的這個冷氣 所以如果說換句話講的話 是不是我們也要感謝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 聽到國民黨團的聲音 正式回應國民黨團 所以一個政策 如果說是可以 造福國中小的所有的孩童 我們常講 窮不能窮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如果真的是可以讓小朋友 能夠讓我們下一代 很順利良好 適宜的學習 我想大家不會反對 但是重點在於是 你明明做這件事情之後 還要很矯情的 很刻意的 很故意的 再把這個求這個favor 要回來給你的女兒的時候 只會讓全國人民認為 你們的心眼 你們的想法 你們的視野 真的是太小了一點 當然 不過莊總七這件事情 是大家都覺得很應該這麼做 對小朋友的教育很重要 不過另外一件事情 見仁見智 意見就非常的多了 民進黨的智庫的幕僚 執行長其實副執行長 吳一農 他過去也是國安會的幕僚 也當國兵 對國防很熟 他最近的一段談話 說我們的軍隊訓練 長期以來都是為了表演 這當然是發生在漢光演習 這個海軍陸戰隊 操挺翻舟之後的談話 所以大家覺得 針對性是蠻強的 是針對漢光演習來的 他說漢光演習就是 每年最大場的表演 那這個表演 就是為了畫面好看 那這個說法 當然引發軍方非常不滿 包括了立刻開記者會 好幾個將軍出來講說 這叫做不實評論 傷害了所有官兵平日的訓練 努力跟成果 那最後也逼得總統 三軍統帥必須出來講話說 吳一農的說法不盡公平 國軍這幾年的演習 其實精進非常的多 昨天晚上國防部 立刻釋放出一段影片 這個影片就是過去 國軍的一些作戰演習 那這影片有漢光 36號演習的前導片 強調國軍從不作秀 每次流血流汗的演習 都是為了捍衛國家安全 大家對於吳一農的談話 有這麼大的反應 不過也有人支持他是館長 館長說吳一農說表演 聽起來是有點難聽 但他沒說錯 最令人詬病的地方是 國軍長久以來就是表演大過一切 他看星光部隊的凶悍演習 比國軍的演習好看多了 詩雷你怎麼評論這件事 我認為吳一農只是話說快樂 其實吳一農的原意不是這樣 他事後他也有另外發一篇文有澄清了 而且我很佩服吳一農 他當年他敢去投身特戰部隊 他奉獻他自己最青春最寶貴的時候 所以其實他講的話 他是一番好意 不過我們國軍其實如果說把表演 當成一個目標也未嘗不可 全世界各國的軍隊的訓練也都是 你在重要的時候你要展示 我們國防除了自己裝備戰力的提升 實力原則以外 另外也要有這種威懾的作用 你看像俄國他們那樣的國家 甚至還每年都閱兵 我們不是到那樣子的地步 但是我們適度的我們把像世人 尤其是像我們的敵人 展現我們實力的這種操演 比方說你就把它講成表演義可 把它當成目標 當成我們訓練的一個目標的展現 那有何不可未嘗不可 而且蔡總統評論得很好 他說吳怡農的說法是不盡公平 他倒不是說吳怡農講的全然不對 因為吳怡農可能是認為說 我們訓練是不是有一些科目 比方說要展演的科目 要試海象的變化 海象的可怕 海象人家沒錯 對 我跳過海 我有兩次這種經驗 不過吳怡農的說法以後 他有一些戰略上面 他認為的分析 包括他認為說這一次的這一個操演 是反登陸作戰 他認為不需要 說台灣是一個島 我們為什麼要反登陸作戰 我們只要防衛好 我們海岸線就好了 那這個說法當然也引來 很多軍事專家的批評 所以他對於這個部分 倒是沒有直接的回應 他只有說他認為 不管你叫做宣傳 還是叫做表演 叫做訓練還是叫操演 要有一個平衡要抓好 是針對表演這件事情 但對於戰略戰術的批評 到底對還是不對 我們先進廣告 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在評論無雙的電視節目上面 會為您分析最新的時事新聞 深入的追蹤 加入我們評論無雙YouTube頻道的會員 專屬的影片 專屬的徽章 我們不懈不散喔 吳怡農的說法當然表演這兩個字 是讓國防部非常的不開心 說是不實評論 但是他提到包括台灣 需不需要反登陸作戰的演習 這件事情大家怎麼看 其實自從這個 漢光演習的預言的交停 翻覆事件發生以後 類似的批判 我在友台都聽過 但是沒有反應 因為人為言親 你講什麼都沒用 你說其他人也認為 不應該有反登陸作戰 在別的台已經講過了 有人講過 但是就一下子就過了 沒有人在意 吳怡農何許人也 他是執政黨的寵兒 而且他又有國防方面的背景 所以說得到不得了 你看像王世堅 一天到晚批評都批評 罵東罵西門 執政黨他也罵 有人在意嗎 有人反應嗎 我請問王議員 那個總統有沒有針對你的批評 出來講一半句話 你不要再講話 他又要去觀察海上 好像沒有 所以王議員回去 要好好檢討一下 吳怡農說一下 就反正在東山上 也有人反應 我覺得 吳怡農的講法 其實自己也有漏洞 你說只是要反登陸 而不是要去登陸 那以後所有的演習 甚至我們的戰備裡頭 根本 這個陸戰隊的角色 就變成很輕了 我們海上 海軍陸戰隊乾脆廢人 對 那我們海上 所有的操演 都可以免掉了 對不對 因為你是反登陸的話 都是在陸地上 你為什麼要進入海上 所以這個吳怡農就是 你要想說你相對你是資潛 而且你執政黨對你 真的是非常的理喻 然後你在選舉的時候 給你的資源那麼多 我不是說因為這個樣子 你就不能講話 但是能不講就不講 因為這次發生了以後 其實在野的批判的聲音也很少 因為畢竟有人死 那有人死大家愛盡莫喜 就能夠不講的就不講 他這個講法 我認為如果你要好好的 有道理的批評 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講這個 有一點多詞一講 你說表演說是不是 對 表演說在這個時間點提出來 會讓大家覺得 不然演習 你看他們有一個演字 演習就有表演的味道 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是過當 什麼時候是不當 今天如果沒有意外發生的話 你何來你就不會講這個 如果沒有這些橡皮艇的話 也沒有發生意外就沒事 如果沒有橡皮艇 也發生另外一種的意外的話 那你有怎麼講 所以像這種事情 大部分人都選擇不講話 不過吳英龍的角色 當然表演是一個爭議 就是他對於這件事情的評論 另外一個他的角色 他曾經在國安會當過幕僚 所以基本上 他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 應該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他現在也是民進黨的智庫裡頭 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負責的就是國防外交 那今天他對於國防的部署 有不同的看法 這件事情 卻沒有人跳出來回應說 到底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反登陸作戰 我們的海軍陸戰隊 到底該不該存在 孟凱 我先講是說沒有錯 如果吳英龍他的角色 真的是說話非常至地有深 所以說你看 在野黨 我們之前一直要求 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總統來回應 蔡英文總統沒有回應過 我們江景城主席也曾經 隔空喊話沒有回應過 但是吳英龍一句話 還不用講話 臉書寫一篇 馬上蔡英文總統 就要做回應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在這一次漢光演習 確實發生了意外 而這個意外造成了 現在是三條人命的一個上升 國軍在做演習的時候 即使他是演習 都還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做 現在三個人命的上升 居然會被講是說 這個是作秀還是表演也好 讓這一些三條人命 以及他們的家屬 到底情何以看 我覺得這部分 也是需要吳英龍 他在發文之前 好好去思考 要有同理心 第三個部分 我覺得更重點是什麼 你如果說你真的覺得說 過去長期以來 因為他講說長期以來 國軍是有這樣的一個肉席 如果我真的講長期 我就要請教說 這長期到底多長期 因為不要忘記 蔡英文總統也已經執政四年了 換句話講 他當三軍統帥已經四年的時間 四年算不算這長期的部分 所以你也包括蔡英文總統 三軍統帥的督導之下 你也把他罵進去嗎 再者 如果你真的認為是要改革改變改新的話 那拜託你不要發臉書 還是說我們現在執政黨的智庫 或說執政黨的主席 互相溝通也是透過臉書溝通 因為你發臉書 其實某種程度上 你是想要讓社會大眾看到 你好像這個高瞻嚴主 你好像你有這個讀書一格的意見 你不是真正為了改革而改革 那你應該是私底下 或說在相關會議的時候 來去做建議 那我們更講是說 像這個館長也在跳出來 可是不要忘記 去年的舉光日 館長你也有上舉光日 你也有跟蔡英文總統 你也有在這個舉光日的時候 在那個教國軍什麼健身 那難道你也覺得說你的行為 配合這個國軍也算是某種表演嗎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 時間會證明 時間會說話 當你們自己在做的時候 是一回事 但是當現在國人看到的時候 不要想的又是一回事 其實如果用一樣標準的話 國人會比較能夠接受 好的 關心一下這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最近的麻反 在這個香港版的國安法通過之後 我們看到好像全世界 通通都跳出來反他了 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 對 這是中國的一個部分的話 真的是寵到了整個馬蜂窩 特別是在中印這一次 習近平的一個危機 印度現在要進抖音 法國現在要進華為 會不會全球來圍攻中國 6月29號當天印度政府 他發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他說TikTok跟微信 等59款中國的一個APP 麻煩你要離開印度 這個抖音的老闆跟執行長 馬上出來效忠 為什麼 因為抖音市場只要損失了 整個印度這個市場 會超過60億的一個美金 而且目前印度他也要說出 要退出整個所謂的一個RCEP 就是整個環太平洋的一個貿易網 法國政府現在已經說了 他會限制法國電信業者使用華為 為什麼 華為的後門系統 讓他們覺得非常大的困惑 到底有或者是沒有 英國首相之前他是說 華為在整個落後的地方 辛苦的地方還是給他們做 但目前來說的話 他在生病完之後 他也決定說 他也要來淘汰華為 現在重點在德國了 為什麼 最近梅克爾他在整個進退都很麻煩 梅克爾最近他的整個支持率稍微高一點 可是德國因為BNW汽車 賓士汽車等等 德國汽車賣給大陸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能不能夠抵制華為 這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個問題 美國的FBI局長他叫瑞伊 他說什麼 他說中國從2014年開始 所謂的獵狐行動 他以所謂的反貪污作為掩飾 會去捉整個海外的一個華人 政敵 異見分子 甚至於在美國 在中國的一個家人 會要求對方回國自首 甚至於要求你所謂的 被迫性的加工親身 手法令人震驚 所以他現在每隔10個小時 就要調查一起跟中國相關的一個反間諜案 那目前美國總統川普就說 美國正在禁止全美的禁止抖音 北京的所作所為對於整個美國乃至於全球都是可恥的 而且他也禁止美國的企業購買整個華為的一個設備 向美國其他的企業向華為供貨也要申請所謂的許可 這次的問題非常非常大 為什麼呢 這次的問題大到現在 中國政府已經跟印度說 沒有沒有 其實TikTok我們沒有去要求跟他要任何的一個資料 然後TikTok的執行長他叫梅爾 梅爾說什麼呢 我們所有印度6億人所有的一個用戶 你們的資料放心 絕對不是放在中國 我們特別把資料庫設在新加坡 但目前來說的話 全球都在圍中國 而習近平來到這個地方 外面有全世界的人 進華為 進抖音 進中國APP 內部又有水患的一個部分 但最近來看的話 最近水患滿嚴重的 對 最近水患也嚴重 嚴重到非常誇張的一個地步 我們來看歐洲目前的一個氣象中心 他就說了 這一波的美雨未來一周會從日本往西 岩部一直走 所以我們就說 日本的下雨跟整個中國的下雨 居然是走在一塊的 這兩天湖北的白羊河水庫 讓大家嚇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霸體呈現了所謂的大規模的脫波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台灣所有的土石流 整個上面全部都不見了 然後不見的過程當中很多人都擔心 霸體會不會整個受損 所以有接近2萬9千個民眾緊急做整個撤離 這兩天看到上海那個鏡頭 哇 好誇張喔 公車跟在坐船一樣 然後這個是最精華的地段 這個在徐匯區 在陸家嘴區 甚至於連水都淹到整個公車裡面 中國上海現在有一棟大樓 居然還有所謂的人造的瀑布 水一直下來 我們再來看 浙江的新安江水庫 它建了61年 第一次九孔全開 那九孔全開往下游的過程當中 今年的夏季農作物大概就沒救了 完全都沒救了 安徽這座古橋是讓大家覺得很辛苦的 為什麼 這座古橋484年 目前被洪水摧毀 那目前他們中國的全國高考 就相當於我們台灣的大學聯考 目前路面嚴重積水 所以有考生搭船 有考生做所謂的推土車 這樣子慢慢的往考場來做前進 目前包括了雨勢 包括了全球的圍攻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問 我們的中央政府在哪裡 中央政府目前 中國中央政府毫無任何作為 那到底這一個川普 現在民調制度 其實說掉到30幾%了 在這個狀況之下 對於中國的出手 反中排可能是他最後的機會 包括今天FBI的這個局長 所做的訪問 所有通通都針對中國 那這是會不會代表川普 接下來還有更大的動作 我們先進廣告 美國FBI的局長瑞伊 最近的這一個演講當中 講了中國2014年開始的 獵狐行動 以反貪污做掩飾 主要是抓拿海外政敵 還有異見分子 那他講的巨細迷 他說要知道有多麼嚴重 這個手法令人震驚到 每10小時就會有一起案件發生 現在已經調查了5000件相關的案件 獵狐行動 2014年習近平任內所主導的獵狐行動 那現在FBI已經出手了 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爆料 更多的內容對習近平不利 應該是這樣嗎 這個很奇怪 說FBI的局長說你的獵狐 是為了整肅一擊 或是為了其他的目的 我平時聽到的講法 就是說習近平全球性的去抓貪污犯 還抓得不夠 那美國手中 FBI手中的案子 比你懂得更多 只是不願意洩漏時間未到 而且洩漏以後你老共就很慘 那我認為習近平現在的做法 他要好好反省一下 因為就算沒有武漢肺炎 這個全球反中反華反共的氣氛 為什麼這麼的濃 就以南海為例了 南海周邊的10個國家 他們也都在政治上 是靠在美國這一邊 因為他們真的是很怕 如果在政治方面 倒向中國的話 那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習近平你要好好想一想 為什麼相對上 大家做生意賺錢要你 但是在政治方面 大家覺得靠向美國是比較安全 所以你應該要悶心自問 大國崛起是一個事實 但是也就說厲害了我的國 像這種民族主義式的喊話 不但是王議員聽起來不爽 我覺得全世界的人聽起來都不爽 我跟你講中國人一旦稍微抬頭 歷史上反華排華的運動就來了 何況你這麼大舉大規模的囂張 我覺得習近平就要稍微收斂一下 要看看過去鄧小平站起來的時候 是如何處理這個 從躺在地上站起來的這個過程中 不要如此的囂張 不過大家看到港版國安法的內容 不管是法條還是細節 看了之後能夠不反中國嗎 對 看到都嚇死了 我是不會 我是不會 他當然要這樣寫 但是他說得完的 他沒有辦法執行 沒有辦法落實 所以現在常常在講 這個自由民主聯盟 會一起反對中國 現在看起來自由民主聯盟 已經快要被你說著說著 快要組織起來 沒有錯 其實這港版國安法很清楚 中共他祭出這個國安法 就是要向全世界的華人 反對中共的華人說 我要對你天涯海角千刀萬里追 他這個一定會下去執行 而且一定會執行出一些案例 因為他們要殺雞儆猴 殺衣儆百 對全世界的華人 有一個政客作用 就跟獵狐行動一樣 對 所以其實FBI 其實他們掌握 他們發表的其實都事實 那第二點 我覺得現在全世界自由國家 集體來開始抵制中共 我覺得這是習近平自作自售 因為你看這30年來 歐美日國家看在他們的眼裡 他們覺得這30年來 我們在你中國那麼落後的時候 我們從資金上 從技術上 從市場上協助你 拉拔你 結果你現在中國起來了 你上位了之後 你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 你一反過來 你跟我們這些先進國家 搶著當老大 就剛剛沈大老講的 大家記不記得 四年前他們那一部大外宣 厲害了我的國 這個等於敲響了他們中共的警鐘 因為這提醒了所有 曾經拉拔過幫助過中共的 這些先進國家們 他們集體感覺到說 那中共你這種要一統將如 你要踩在每一家先進國家 頭上的這個想法做法 已經開始要實現了 所以這個自由世界國家 集體的起來抵制 這是對的 那當然導火點會是在 中共會藉由我們台灣 整出了香港會下一個 我們台灣沒有錯 那下一個就是台灣 對 但是 他就用港版國安法的方式 來治台灣 但是中共 中共千萬別忘了 香港再怎麼五十年不變 好歹它歷史上跟法理上 它是隸屬你中國 但是我們台灣不是 所以你中國如果膽敢來 對我們台灣下手的話 你這不只是對台灣動武 你這等於向自由世界開戰 不過港版國安法的相關細節 出爐之後 民進黨就是攻擊國民黨 說你們怎麼 什麼字都不敢講 不敢回應 那孟凱要不要講一下 沒有 從頭到尾我們沒有不敢回應 我們回應的應該是 比大家都還要猛 我們也是認為說 這個中國大陸 他們真的應該要正視港人治港 這樣的高度資質 那還有就是台灣 絕對不可能是香港 這個中華民國 有我們自己的主權 有我們自己的一個整個狀況脈絡 可是最近華盛頓郵報 好像有一個報導 就是他們簽註北京的特派 是的 就是說習近平可能就是要用 對香港的方式來對付台灣 對對付台灣 中國大陸他想對付台灣 我想這是國民黨執政 或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中國大陸都想要對付台灣 但是重點在於是 從以前到現在 國民黨的立場非常簡單 就是台灣絕對不可能變香港 所以任何人想要試圖 引用或是影射或是暗示 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那人可能是別有企圖跟別有用心 不過我拉回來講一下 是說這個獵狐行動 其實我真的上網去查一下資料之後 維基百科寫得更加詳細 所以換句話講說 2014年7月22日開始 一直到2014年年底的 這所謂獵狐行動 維基百科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因為很多報導其實都有講 就是說那個時候 中國大陸有抓690海外的這個華人 可是為什麼 我覺得比較好奇 跟比較讓大家詢問 詢問的是說 為什麼在這次FBI的局長 要在上禮拜二的座談會 它也不是一個正式的會議 它是一個座談會 特別去點名出來 而且再把2014年 這樣獵狐行動 再把它給拿出來 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是要引設說 習近平他可能是利用 打攤的這樣的一個手法 但實際上是對付異己 但不管如何 我覺得現在是 中國大陸確實 在整個世界上來講 對於美國是一個威脅 很大的威脅 而經濟實力 其實大家都看是王道 也因此你看 真的所謂的 這一次全球的反應 美國當然反應非常大 但是歐洲一些國家 其實對於中國大陸還有美國 它的反應其實是沒有那麼強烈 因為可能有一些國家 它其實也在觀望 到底哪一個國家 會是到最後贏得 德國觀望的程度最高 對 會到最後這勝出 不過我們這樣講 台灣在這一次的防疫 因為現在美國總統川普 也在今天突然就講 是說他明年要退出WHO 馬上拜登又跟進說 他當選馬上要加入 我當選第一天要加入 第一天 是 所以某種程度上 我們台灣當然要親美 這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是不是要 單壓保在川普還是拜登 我覺得這也是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應該好好思考的部分 你在問執政黨嗎 世間 我們現在還是毒壓一支川普嗎 第一點 我們沒有單壓任何一邊 第二點 以美國那麼大 美國現在不管是共和黨 或民主黨的人 當選總統他們執政 其實他們都不會背離 他們國家的主軸 他們國家的主軸 當然是以他們美國的國家利益 為中心點 為考量 所以你注意看 歷屆的美國總統 即便作為上有一點點差異 步驟上 但是不管共和黨的總統 民主黨的總統 他們的政策作為方向 大概都一致 如果川普現在要來台灣訪問 比方說現在他們就是要 美國就要反中 不可能來 我認為他來 我們當然是舉雙手 開大門歡迎 但是美國總統 不管川普或是拜登 他要來訪問台灣 絕對不會在這個時候 不會在選舉前 我在想最可能的時候 如果美中的關係再惡化 再緊張下去的話 那麼最可能的時候 是當選之後 當選過後的兩三個月 那才是最可能的時機 可是川普可能是想要 靠訪問台灣 來想辦法扭轉戰局 如果他想要這麼做的時候 我們到底該怎麼接這個球 我們先進回報 大家好 我是品秀玲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在評論無雙的電視節目上面 會為您分析最新的時事新聞 深入的追蹤 加入我們評論無雙YouTube頻道的會員 專屬的影片 專屬的徽章 我們不懈不散喔 最近有一個大法官大戰 非常的精彩 前大法官許玉秀投書 說總統把現在的大法官 呂太郎叫到總統官邸去喝斥一頓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司法改革的相關的議題 而且他說這件事情很多人說 有兩三個人 三四個人這樣說的時候 他只好處理 不然一直傳一直傳一直傳 在民間團體一直傳 那總統府當然跳出來說 的確是有這麼一件事 大法官呂太郎是有到官邸來 但是他是以司法院前秘書長的身份 他之前是司法院的秘書長 所以他是用前秘書長的身份 不是用現在大法官的身份來 那他最清楚跟民間團體溝通的狀況 但是沒有斥責 是有尊重跟禮貌都有 那一場會面有各說各話 那呂太郎本人是說 他沒聽到總統有喝斥訓斥 那也參加會議的羅秉承說 沒有喝斥這件事情 然後司法院現在的秘書長林輝煌 以前的秘書長呂太郎 都說沒有喝斥的這個事情 但在現場還有其他的民間團體 民間司改會的董事長林永宋就說 口氣真的很不好 那這個兒童權益出境協會理事長 王維鈞也說 喝斥或許不妥當 但是有訓誓 那訓誓有比喝斥好嗎 民間司改會的主任蕭玉明說 我在場確實是找他來了 那當然這個徐秀在投書之後 有人問他說 到底有沒有喝斥你又不在現場 他說太多人這麼說了 所以他必須要處理一下 今天非常巧的 這個前總統馬英九跟總統蔡英文 今天正好在一個宗教活動上面碰面了 前總統馬英九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被問到這個問題 大法官被叫到總統官邸 你覺得如何 他說當然不可以 在接受這個訪問的時候 剛好蔡總統就經過了 怎麼這麼巧 那這件事情到底該怎麼看 跟憲政奮記有關係嗎 我覺得他說是前秘書長 而不是以大法官的身份來到官邸 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 因為他現在的頭銜就是大法官 那這個現場的人的講法 當然各種不同 當事人當然說他沒有罵我 你如果說他真的罵過我 那多難看 所以各有說法 那這個總統當然說 我哪有那麼糟糕 這件事有兩個角度 一個是能不能叫來 第二個是有沒有罵人 這個第一個問題 當然是不能去 你說不能叫來 是我覺得是不宜 那我覺得總統在這一方面 因為總統我聽過很多傳聞 總統有的時候脾氣是相當不好 對 這也是 我不曉得他對大法官 他會這樣 他在開會的時候 對幕僚啊 對下屬啊 常常這樣 這個大家最怕的就是這個 那我覺得他大概沒有 對大法官這個樣子 但是口氣不好 因為他急著 因為民間的反應 對施改的腳步是太慢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 憲法賦予總統的責任 是當五院之間有不協和的時候 他做一個協調的責任 但是我覺得憲法規定的一個方式 絕對不是這個方式 總統到底能不能夠叫大法官 現在好像有不同看法 也有人說他叫的是前秘書長 他叫的不是大法官 像之前那斯改的這個會議的時候 他不是有投票 第一輪投票沒有過 蔡英文總統不是也在現場講說 到底有沒有尊重我的一個意思 那再來 第一 大法官總統叫大法官來 這本來就不應該 這本來就不恰當 第二 其實總統府的回應是說 沒有所謂的訓斥 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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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所謂訓 代表是說不是沒有訓 而是說也許有相關的訓誡告知 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在訓論無雙的電視節目上面 會為您分析最新的時事新聞 深度的追蹤 加入我們訓論無雙YouTube頻道的會員 專屬的影片 專屬的徽章 我們不屑不散